嗨,我是最近沉迷咖啡的无敌兔 这几天有好多小伙伴呼唤我做咖啡面包 今天它就来啦 还是熟悉的质感 高水量加烫肿的软糯口感 容易入口的咖啡浓度 拥有特别薄的外皮 可能是我做过的吐司里最薄的 撕下来还不到一叶酥的厚度 第一步准备烫肿 把尽量接近140度的水倒入面粉 不要纠结具体温度 马上用打蛋器搅拌均匀 完成的烫肿应该是固体糊状 如果你打完还是这样的稀糊糊 那就说明水温太低了 这次我们只需要借助它的口感 不需要甜味 所以不用隔夜冷藏 放凉即可使用 这次我用了现脆的浓缩咖啡 你也可以用速溶加水代替 萃取之后稍微放凉再使用 把出黄油外的所有材料加入搅拌缸 如果没有厚椰乳 可以用80克牛奶加4克糖代替 味道会有点差别 这次我使用M6厨师机 先用3档2分钟加6档6到7分钟 揉到后膜 面团水量比较大 一开始会粘底 可以暂停用刮刀刮盘辅助几次 加速成团 我没有辅助 让它自己揉了7分钟就成团了 这时候的面团已经有了一定的筋度 把黄油加进去 继续用3档1分钟加6到5分钟 今天也是一团亮闪闪的好面 这次的面团打的比较薄 拉开检查 透指纹且破动边缘光滑的程度 发酵盒底部喷油防粘 挖出面团整理到表面光滑 不要怕面团粘手 拉紧表面自然就不粘了 面团25到26摄氏度的范围 放入发酵箱 28摄氏度 湿度75% 发酵约60分钟至两杯打 面团表面和台面撒粉 倒扣取出面团 平均切分三等分 我分了约185克的每个 用包的方式把面团整理成表面光滑的球体 28摄氏度醒发15分钟 取出整形 先沾一些手粉 这次我尝试了三种不同的整形方式 现在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先把面团擀开成蛇形 拍掉大泡 上下分别拉起 翻面 稍微拉宽底部成梯形 左右折到中线 这个时候面团上窄下宽 压两圈后顺着卷起就行 全部整理完排入模具 送去发酵箱发酵 34摄氏度发酵约60分钟 倒稍微高出模具 斜着盖一张油纸 撒上可可粉 如果不喜欢可可粉 可以撒面粉或者奶粉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烘烤至喜欢的上色 可以参考屏幕上的温度和时间 如果有蒸汽的一定要打蒸汽 上色到合适的程度 确定烤过后正模出炉 防止回缩 立即脱模后放烤架晾凉 三卷用了不同的整法 左边这个就是视频里讲的 今天也是一条闪闪发亮的好吐司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帮助 记得点赞 永远好奇 我是无敌兔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